大家好,昨天李克強的遺體火化了 習近平又過了一關,現在很多人都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誰是下一個目標? 李克強習近平他都敢暗殺,那還有誰他不敢殺的 大家都知道是他幹的,都想趁悼念李克強的這個機會 發動抗議,發動反習革命 但是這次又被他成功的壓制下去了 他肯定是信心大增,今後肯定會更加的肆無忌憚 那他接著會對誰下毒手呢? 網上有不少朋友說胡錦濤危險了 我倒是覺得胡錦濤沒事 在習近平要消滅的這些政敵的名單上面 絕對不會有胡錦濤的名字 主要是因為胡錦濤太老了,已經老糊塗了 從上次二十大上面那一幕被架出會場 但是他居然都沒有敢反抗這一幕 看起來他真的是已經糊塗透頂了 他既沒有思考能力也沒有行動能力了 已經變成了行屍走肉 胡錦濤活著可能對習近平更加有用 習近平可以把他當工具用,去年二十大的會場上面 他就是把胡錦濤當工具用的,用的還相當的順手 他讓人把胡錦濤架出會場,胡錦濤完全沒有反抗 結果這一幕就把周圍的高官全部給震懾住了 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幫胡錦濤一把 所以習近平就用這一招,用胡錦濤震懾了所有的人 這麼看起來習近平不僅不會殺胡錦濤 還會為他續命,胡錦濤想死可能都死不了 哪怕是成了職務人也得被習近平插上一根管子 還要多挨幾年,那有一些網友說 汪洋或者是胡春華應當是習近平的下一個目標 汪洋他是團派的大佬,胡錦濤是團派的骨幹 原來胡錦濤還是被當成下一屆的總書記 或者是總理來培養的,那這兩個人 他們在二十大上面都被趕出了政治局 趕出了權力中心,胡錦濤現在還在 當中央委員,汪洋已經讓他裸退了 那他們這兩個人肯定是對習近平不滿的 無論他們表面上裝得多恭順,但是都肯定不滿 所以習近平應當也想除掉他們 他們應當也都在黑名單上面 但是他們在名單上面的位置可能比較靠後 估計是進不了前十名,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兩個人都有很大的弱點,大家要知道 弱點有時候並不是壞事 弱點有時候反而可以讓人多活一段時間 因為你有弱點對別人的威脅就比較小 胡錦濤還有汪洋、胡春華都是有明顯的弱點的人 胡錦濤的弱點就是太老了 汪洋的弱點就是太軟了,胡春華的弱點就是太嫩了 汪洋天生就是一個跟班的材料 他一輩子從來沒有對上級說過一個不治 這種人他是有辦事能力的 但是他沒有膽量、沒有挑大娘的做大事的這種氣魄 他雖然是出身團派,但是自從習近平上位之後 汪洋就對習近平相當的恭順 反而跟這個同事團派的李克強 自己的老上級還要保持距離,非常膽小怕事 就是借他100個膽子他都不敢反習 所以這種人習近平是不會把他放在眼裡的 不會急著要把他除掉 那胡春華就更是等而下枝了,除了太軟之外 還太嫩,就是資歷太淺了 對這個黨政軍幹部完全沒有號召力 總之這兩個人對習近平形成不了緊迫的致命的威脅 習近平也就不會把他們當成主要對手 不會急於把他們幹掉 那麼現在習近平最想幹掉的是誰呢? 我說兩個人,第一個就是曾慶紅,第二個就是成員 先說曾慶紅,江澤民死了之後 曾慶紅就是江派的掌門人 江派曾經控制中國二十多年 他的勢力遍及各個地區各個部門 雖然習近平上台之後用反腐敗的名義 把他們打倒了不少,但是遠遠沒有連根鏟除 他們的勢力還是相當大的,因為江派 他們沒有在自己臉上貼個標籤說我是江派 大部分的江派是隱藏的江派 他們可能表面上也在擁護習近平 也在高喊兩個維護,但是骨子裡面 他們是聽命於曾慶紅的人 這些人就是習近平經常批判的兩面人 習近平說了很多次要防範兩面人,那怎麼樣防範呢? 最根本的方法,最直接了當的方法就是幹掉曾慶紅 幹掉曾慶紅之後,兩面人就失去了主心股了 就沒辦法形成向心力了,那個時候就有可能塑倒胡順善 現在習近平和曾慶紅的這個關係 就有點像三國時候的曹爽和司馬懿的關係 曹爽看似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司馬懿已經被壓制下去了 而且司馬懿還老態農中,已經半截入土了 但是這個老傢伙有勇有謀,而且手上還有三千死士 就是有三千個人要為他賣命的 結果後來司馬懿就逮住了一個機會,發動反擊 一夜之間就翻盤了,就把曹爽給消滅了 曾慶紅也有三千死士,就是那些兩面人 可能還不止三千,三萬說不定都有 所以只要曾慶紅還活著,習近平就睡不好覺 過去習近平是有好多次是想打倒曾慶紅的 習近平上台之後不久就讓中宣部寫文章出書 把曾慶紅比作是滿清末年的一個著名的大貪官 叫慶慶王,還三番五次的說反腐上不封頂 哪怕是鐵帽子王也要打倒,這個鐵帽子王也是在暗指 曾慶紅也是指傷罵懷 那曾慶紅他這個人除了手下很多 三千死士,三萬死士之外,除了人脈很廣之外 還有一個本事就是特別擅長搞陰謀詭計 擅長黨內鬥爭,當年他是江澤民的軍師 是幫江澤民一步登天從上海的書記一躍而成為中共的總書記 後來又幫江澤民鬥垮了權力很大的權勤天下的楊家將 就是楊尚昆和楊白斌兄弟兩個,把這兩個大軍頭給鬥倒了 然後又把當年的政法沙皇喬石給排擠出局了 讓江澤民一家獨大,後來他和江澤民都退休了 退休了之後還把胡錦濤這個接班人給架空了 讓江澤民能夠繼續垂簾聽政,繼續控制中國的政權 所以曾慶紅他是內鬥的一等的高手 論智謀可能不會比司馬懿差多少 那現在他還沒有顯示出來司馬懿的膽量 但是習近平也必須得盡早地把他幹掉 因為等到他顯示出膽量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他發動政變,發動兵變的時候 那習近平再想幹他就完了,習近平自己就完蛋了 那習近平還有一個必須要殺的人就是陳元 陳元是中共元老陳雲的大兒子 如果說曾慶紅的特點是多治就是有謀略 那麼陳元的特點就是多金,就是錢很多有很大的資源 不僅僅是他個人財產或者家族財產很多 更重要的是他控制的資源很多 他爹陳雲主管中國經濟幾十年 而且當時是唯一一個可以跟鄧小平平起平坐的元老 他曾經控制了中國的這個經濟的半壁江山 那陳元除了只成副業之外 還在這個金融界著重的發展勢力 而且還把勢力發展到了國外 雖然他這個在政壇上面並不是很顯眼 只做到副國級當到政協的副委員長 但是在經濟界尤其是在金融界 那是絕對的做頭把交椅的大佬 這麼說太抽象了,我給大家看一張圖 在這張圖裡面中間這個禿頭就是陳元 左邊的是中國央行的行長周小川 大家看周小川在陳元面前是一臉的媚態 一看就知道他是陳元的馬仔 安前馬後幫陳元張羅事情的這麼一個人 那右邊就是馬雲,在陳元面前 馬雲的這個小腰都快彎到90度了 一副恨不得給陳元下跪,給他填腳的樣子 馬雲是什麼人呢?中國的首富 他是連王岐山都敢硬懟的人 但是在陳元面前他就像奴才一樣 恭恭敬敬 可見這個陳元在中國商界的地位到底有多高 影響力到底有多大,可以這麼說 在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國的經濟命脈 完全掌握在太子黨的手裡 而陳元是太子黨的老大,是太子黨的領袖 習近平執政11年從太子黨手裡面 奪取了相當大的一部分的經濟大權 但是被太子黨轉移到國外的那一部分 習近平是奪不走的,他是玩不賺的,是管不了的 海外的這一部分有多大的規模呢? 在2012年習近平剛剛上台的時候 美國的彭博社就發表過一篇報導 一篇詳細的調查的報告 說是僅僅是中共的八大元老家族 在海外控制的資產就多達15000億美金 那整個太子黨500多個家族 一共控制了多少資產呢? 可能5萬億,可能10萬億,甚至可能更多 總之是個天文數字,那到了現在 到了11年之後的今天這個數字 這個天文數字變成多少了呢?誰都不知道 但是至少也得翻一倍吧,可能翻兩倍三倍 也有可能,所以說成員他控制著很多錢 俗話說有錢能使鬼退磨,像成員這種地位的人 又這麼有錢富可敵國 那對習近平構成的威脅是相當致命的 試想一下,那些黨政軍高官他們跟著習近平幹 一輩子能撈到多少錢呢?最多就撈個幾億 幾十億了不起了,一不小心就會被習近平抓起來 像外交部長秦剛,還有國防部長李尚福 剛剛被抓的這兩個人,這就是很好的例子啊 但是如果成員找到其中的一些人 暗中跟他們達成一個交易,說誰搞垮習近平 我給你一百億美金,甚至給你兩百億三百億 外加你還可以當更大的官,外加你還可以輕死留民 大家想一想,誰能夠抵擋得住這種誘惑呢? 眾賞之下,必有勇夫,只要有一點點成功的機會 大家就會爭先恐後的去撤動、去發動政變兵變 成員他這個人到底有沒有膽量這麼幹? 誰都不知道,但是他是有能力這麼幹的 這麼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從習近平的角度來看 只有把成員除掉,這種可能性才能夠消失 所以成員也必須死,那除了曾慶紅和成員之外 在習近平的黑名單上面排名靠前的 還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比如說前總理溫家寶 他曾經鼓吹普世價值,主張政治體制改革 還警告說文革還會再來 習近平現在想搞文革,肯定是恨死溫家寶了 另外還有一個是韓正,就是現任的國家副主席 他原來也是江派的幹將,上海幫的幹將 雖然他現在手上是沒有什麼實權了 也沒有什麼存在感了,但是只要習近平被打倒了 他就有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為他是副主席,自然就升任主席了 因此也必須得把他幹掉 另外還有前兩屆的政法委的書記 孟建柱、郭聲琨 政法系統是習近平重點清洗的對象 已經清洗了好多人了,像孫力軍、傅政華、孟宏偉 這些部級、副部級的政法系統的幹部已經被清洗了 還有一大批的聽局級的也被清洗了 但是還有兩個政法系統的大頭目 孟建柱和郭聲琨現在還安然無恙,那是不行的 不把這兩個人除掉,政法系統那些兩面人 那些潛在的反習的人都會向這兩個人靠攏 將來這兩個人萬一是東山再起 萬一是孤注一支要向習近平發動進攻的話 他們的號召力還是很大的,所以他們也必須得幹掉 另外在這個黑名單上排名靠前的 還有一些軍隊和武警的將領,這些人 只要他們不是習近平的親信,那就是被幹掉的對象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不一個一個點名了 再回頭來說一說汪洋和胡春華這兩個人 他們也是在黑名單上面的,但是排名靠後 這不是說他們就沒有危險了,而是說他們可能會遲一點 會跟其他的江派、團派或者紅二代的 這些蝦兵蟹將一樣到時候被打包一起幹掉 不過那個要等到習近平下大決心 大手筆地進行大清洗的時候才能輪得到他們 下面 我们下期再见